新千万贷款是五年的宽限期 那听几个仲介人讲说 他不会五年才能拿出来买 因为通常这些新千万贷款 很多人是要或是户母背书 但是五年以后你 这时候本地洗衣机缓 你也会出的很大的问题 所以可能三四年 他就会拿出来抛售 这时候就会跌 最近信用管制 当然对银行贷款陈述很多的一些 你本来签约的 可能要贷款七成的 六成五成的 这豪宅剩下三成都会有点 规定说不动产放款 出于存款加上金融资产的总额 不得超过30% 有一家银行已经到29% 台湾差不多是四十几家银行 你们大概一半都超过26% 代表都到境界的上限 台湾的很多建设公司的 贷债总额已经到七成 你看大陆在打房三条红线 第一条就是贷款不能高度杠杆 总负债不能超过你资产的 百分之七十 台湾有几家三成的已经超过 所以一旦景气反转 我们用中国大陆比 中国大陆房地产占GDP25% 它对经济厂贡献是30% 边境贡献是30% 所以它打房以后整个就垮下来 台湾过去也曾经高到10几%以上 现在慢慢的 其实我觉得房地产的比重 应该跟金融业 金融业现在占台湾GDP的比重 大概是6点多而已 台湾现在第一大的服务业是什么 我认为你知道吗 是流通服务业 批发零售 餐饮 物流 占20几% 所以如果房地产比重没有那么高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现在开始政府开始有风险的意识 那因为房地产的关联效果 其实被夸大了 房地产当然第一个是会对上了钢铁 水泥这些东西 因为跟资金的移动有关系 短期内都跟资本移动 特别是股市好不好 所以这波因为美国太强 台币就弱了 第二个是呢 因为这波资本的移动很快速 就是资本市场移动快速 所以台湾会相对弱势 那日币因为换了一个新的首相 他又比较各派 所以日币在扁 那中国那个 就是美国已经启动降息了 而且它一次降的幅度很大 就是两码 然后我们这一次央行是决定就是利率不变 就是不升息也不降息 那就有学者市井说 美国都已经降了两码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预防性降息 我觉得央行其实也是担心了 央行其实考虑第一个是物价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经济的一些情况 那第一个从物价来看还两点多 现在油价又上来 上一次我们的CPI我们是2.12 那这一次稍微上修了一点点 那我们的核心CPI呢 是本来是2%稍微下修 所以我们整年呢 我们是2.16跟1.94 那明年呢更会下降到1.89跟1.79 那这个是在物价方面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第二个是呢 我们现在房地产 因为降息是一个共同性的 universal的一个减少 就说我今天降息是每个行业都受贿 那当然对一些传统产业来说 它是及时遇 因为它的成本就会降低 那对高科技来说降低 当然它对资本投资也有所帮助 但是会不会再助长房地产的一些热络 因为台湾的利率其实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通常就是利率是一个共同性的 所以对每个产业影响是一样的 但是台湾现在就是一个 不平衡成长的一个产业 所以同样一个工具 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了 当然这个有人认为说 我觉得可能景气会往下走 但是央行担心第一个物价会不会再上来 第二个是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又死汇忽然 因为台湾利率很低 现在房地产最好就是利率很低 那还有这个油市太多 所以我觉得其实政府要做的很多的政策 就是说不能用广泛性的政策 你可能比如说大陆有一些地向降准 大陆以前对房地产 比如说我房地产查就地向降准 我会针对某些产业特别的一些去关照 那我会不会可以就说我不降息 但是我有一些特别的政策工具 针对某些产业 因为你现在降息对半导体 对高科技印象不大 但对传统产业很大 传统产业要不要有一些定向的降准 或是什么定向的降息 这个我不知道比较难控制 但是定向降准在大陆是常常实施的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从6月16号起对向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 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 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两次定向降准能够一次性释放出来的流动性 我的设算应该是在1000亿到1500亿 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应该还是非常会有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定向降准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针对传统产业提升竞争力方案 编一些钱来就这个东西 那房地产就是一个定向深准 就是说政府还是有差别的工具 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个工具放置四海皆准 那你调降利息 你可能会让台湾房地产蓬勃更严重 那房屋更严重租金更严重 你的工业生产成本更重 通膨也会跟着上来 所以央行也是有来顾虑就是说我不降息 那甚至配合这个就是 我们的第七次的信用管制 就是有一点针对某些特别产业 特别去管造 因为你一个利息下去的话 虽然会降低一些成本 但是也会让助长其他 已经涨过头的产业继续在飙涨这样子 那因为我看这个美国联准会的利率点证图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11月12月 都还各开一次的FOMC的会议 然后总共降息的不断是两码 那我们央行在12月的时候会开礼监视会议 所以到时候美国降息 我们会跟着降吗 美国如果降息 杨金龙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央行会降息 只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台湾的物价跌到1.5% 现在台湾到年底 有人估计大概是2%左右 还是2%左右 加上最近电价调涨 如果我们也降到1.5% 日本要降息的弧度还是不大 第二个是资本移动 因为现在就是美国利率 如果说美国跟台湾利差 稍微再降低以后 可能外资会进来 进来更多 那这个时候央行也就会适度的降息 就是说美国降息很多 台湾降息很少 所以外资会进来更多 所以央行这时候会选择降息 就是资本移动的力量太大 因为美国降息 资本到台湾的力量太大的时候 他也会选择降息 这两个条件之下 杨金龙说他不会降息 我就说通膨 下来的速度很快 第二个 其他的主要的经济体 比如说美国 他的调降的速度也很快 那我们中央营党可能 我现在也不能就说 他可能也会调整 所以就是要看看到时候到12月底的时候 美国降息如果造成资本的大量移动 因为美国现在降息两码 那如果到年纪再降息两码 降低1% 美国现在利率是5.25到5.50 所以降息1%也差不多是4.25到4.50 所以跟台湾利差还是很大 台湾现在假设2%还是很大 除非他降得到3% 那台湾2%可能资金就会报台湾来 这时候就会比较 所以明年可能比较有机会看到 但是今年我觉得 这个如果通膨没有下来 这个利差没有那么影响那么大的话 可能他还是会选择稍微比较保守 或是降格半吧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看那个我们的经济的部分 如果我们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也有再往下修一点点的话 其实并不会改变洋行的决定 其实美国美国联总会的 估计一个是物价 一个是就业率 台湾的其实是第一个是物价 第二个货币政策的稳定 汇率的稳定 比较后面的prior才是经济成长 但是也会有压力 如果经济场在大幅下修 就说如果2.9我们现在主机总数股内2.9 我们估计差不多2.8 2.9 其实这个是accessable 因为看起来就是明年 为什么全世界的估计 最近这个估计都是2024比2023年差 2025年又比2024年差 台湾算是还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在2.5以上 经济成长率不算太差 当然有人考虑说 我们就是靠AI撑着 传统产业很惨 传统产业我觉得你降息 对它有没有帮助 没有太大帮助 为什么 我们也不可能降太多 对 你降一码 对它投资成本会降低的 它的资金借贷会成本降低 但是市场没有改善 Market demand 大陆的冲击 日本的贬值也造成日本的工具机 所以这个东西降低一码 会不会扭转这个市场恐怕很难 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做的是 应该要编一笔钱去做一个传统产业 提升竞争力方案 怎么样从R&D 怎么样从根本去做这个问题 因为你利息的东西只是短暂的 你没办法改善你的结构的竞争力 因为台湾的工具机面临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包括你看大陆上来了 你低阶会上到中国的冲击 那高阶的你又打不过日本 这时候要不要怎么样去 有一个像以前我们叫A-Team 自行车 后来有一个叫M-Team 就是工具机的M-Team 但是后来没有做得很成功 这时候政府要不要编利区预算 来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 要不然的话你只有降息 没办法解决你的整个基本面的问题 因为传统产业要提升竞争力只有一个升级 转型新市场 这个东西如果你只是降息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因为你的基本面都不是那么好 可是如果我们不降息的话 我们相对其他货币我们就会比较强势一点 不是吗 现在台币也没有很强势 台币最近为什么因为跟资金的移动有关系 短期内都跟资本移动 特别是股市好不好 所以这波因为美国太强 台币就弱了 第二个是因为这波资本的移动很快速 就是资本市场移动快速 所以台湾会相对弱势 那日币因为换了一个新的首相 它又比较各派 所以日币在扁 那中国其他国家的货币在扁 台湾也很难独散起身 所以台币其实看的 第一个是短期看资本移动 中期要看的是美国 因为台币是相对美元 美国太强台币就当然弱 第二个是你的竞争对守国 有没有什么变化 包括人民币日币韩元 东南亚的货币 如果他们在贬值你怎么可能升值 第三个就是你基本没有我们改善 如果我们出口开始增加 我们出口借单开始整个好转 那台币就有升值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到 目前的情况态势是美金很强 东南亚国家货币还在贬值 特别是日币就是一个前动性的 那再来就是它的基本面 有在改善 但是未来的长期 出口接单新增订单 有没有大幅的改善 现在看起来并没有 所以这都是一个影响台币的走势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其实这也是央行做出的决策 还有所谓的第七波的打放 就是它除了升准之外 然后还针对第二户下调了 这个贷款陈述的限制 就是你从过去六成 现在剩五成 而且是全国都一起适用这样子 第二户开始有一些限制 那这样子对于买房 还有说市场实际利率 还有资金的流动性方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要先说 我要配合央行的道德勇气 因为央行很少站出来讲 代表它真的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看台湾为什么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台湾的不动产的倾斜 本来差不多是37.5 历史高点在37.9 而且台湾那时候规定说 不动产放款出于存款 加上金融资产的总额 不得超过30% 台湾很多银行 有一家银行已经到29% 台湾差不多是40几家银行 你们大概一半都超过26% 代表都到境界的上限 虽然37.5 临近这个37.9 是历史的接近历史性 但是我们分析的结果 它是比历史的高点 更加的严峻 我讲了两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跟各位看一看 72条之后你看 达到26以上的 已经有21家 而且这21家都是大的银行 都是大的银行 那很显然的就是说 我们的信用的资源 就倾斜到了这个不动产 那这个不好 然后个别的公司来看 其他几个台湾的很多建设公司的负债总部已经到七成 你看大陆在打房三条红线 第一条就是贷款不能高度杠杆 总负债不能超过你资产的70% 台湾有几家三成的已经超过 所以一旦景气反转 那就出问题了 一旦景气反转为什么会出问题 因为我今天银行贷款给你 那银行如果万一户不起来就贷账吗 房地产还在涨 我去拍卖房地产 银行还是赚钱 就怕说景气开始反转 房地产开始反转 就说我今天户不起贷款 然后变成贷账给银行 银行也卖不掉 银行就变贷账 越来越多银行就产生金融危机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央行出来 市井是有它的必要性 这个对于银行利率就说 因为现在资金紧俏 所以贷款利率绝对会上调 会上调 但是要调很大也不容易 因为央行也在关切的 所以就说因为现在资金变成稀有财 变成比较稀有财 所以利率会涨 银行会稍微调一下 但是要大幅调涨 因为现在媒体也很厉害 所以你如果大幅调涨 人家去检举你就完蛋了 所以会涨会稍微上升一点 但是因为资金紧俏 那会上调一点 但是要大幅上调也不容易 还有打房会不会有效吗 能不能产生效果 第一个是现在其实从打房开始以后 打炒房了 他们说不要叫打房叫打炒房 所以第一个成交数是在减少 那以前急售的人也拿出来卖 为什么 房地产短期内我觉得会跌的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新千万贷款 是五年的宽限期 那听几个众介人讲说 他不会五年才能拿出来卖 因为通常这些新千万贷款 很多人是要或是户母背书 但是五年以后你 除了你薪水大幅增加 或者是你说五年你薪水没有增加或干嘛的 你也还不起这时候本地袭击还 你也会出的很大的问题 所以可能三四年他就会拿出来抛售 这时候就会跌 最近信用管制当然对银行贷款陈述很多的一些 你本来签约的可能要贷款七成的 六成五成的 这豪宅剩下三成都会有点取消 所以至少对成交量 对未来两三年会有一些打击的作用 因为房地产只有涨不会跌 就是泡沫危机的开始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中国就是这样子 日本在1997年亚洲金融报之前 它只有三个神话 房地产不跌神话 股价不跌神话 还有一个经济成长不跌神话 经济成长只会涨 后来开始有辩护成长 股市一路从一万点涨到三万多点 三万八千点 后来开始下挫到一万点左右 所以股市部长神话破灭 第三个就是房市不跌神话 房市主委长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房市只要不跌 全部人都去投资了 这个最少应该三十亿吧 三层楼高占地七十平 泡沫前土地加建物 总价要四亿日币 换算台币约一亿元 泡沫后价格就跌落到 两千五百多万台币 因为房地产如果报酬率一年 假设30% 制造业一年报酬率3% 你会投资什么 股市可能10% 所以一般有钱人都跑到房地产 再来才跑到股市 最后才跑到制造业 制造业好像是没有人要投资的 然后房地产只会涨不会增加 你就很敢去杠杆 IM估计就说为什么会金融危机 就是房地产只会涨不会跌 因为你就没有风险意识 然后你会高度杠杆 你看看从日本的经验 房地产只会涨 美国次贷危机 什么叫次贷危机 就是主要房贷 一个叫Primary Loan 就是主要房贷 一个叫次要房贷 主要房贷就是有钱人买的房子 因为他有抵押品他利息比较低 次要房贷就是中产阶级或稍微差一点 他比较没有十足的担保品 或者是他没有担保品 所以利息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第一个有钱的买房子的 坐在轿子上 第二个是没有那么有钱的 也卖房子的 也坐在轿子上 第三个街上的游民 为什么他街上游民也可以买房子 他找一个人头进来 然后你签了以后你就买一个房子 你如果付不起贷款 我把你拍卖 因为房子还在涨 银行是赚钱的 第二个这个叫道德风险 因为银行行员 我只要签约我会抽佣金 第二个我今天在房地产去拍卖 还会再涨 所以没有问题 大家都完全没有风险意识 然后房地产涨涨到 后来房地产开始下跌 这些人付不起就把贷帐转给银行 银行就出现问题 所以这是美国 那还有中国大陆 也是房地产 你看这几年涨多少倍 中国大陆上海的 还有一个平米是多少 我上次不知道听谁讲 是8万还是10万 8万要乘以15就是120万 因为我们的一平 就是大陆的3.3平米 再换算成人民币台币 所以要乘以差不多15 所以大陆的一平米 五环还有七八万 那代表8万乘以15就是120万 这是很可怕的数字 你看大陆人均所得才1万多 台湾人均所得还有3万3 但是大陆的涨幅不会出台湾 这就代表说他会泡沫 所以大陆为什么这次修正会那么厉害 因为没有戒心了 房地产主委长 我就赶快去扩张信用 我今天买一套房买两套房 我买就赚了 我买了以后时间到 我就赚了我就赚了 你赚了一百万 但是房子上要五百万 你还不该继续交 所以大陆就这样陷入 所以你看日本 美国 中国大陆 这都是风险 阴建斑斑血迹斑斑 但是大家都不会考虑到这东西 因为房地产值涨 这个建商涨 然后投资客涨 但是出了问题 就是丢给政府丢给金融机构 风险就是这样造成的 可是刚刚院长讲的情形 其实我觉得台湾已经出现了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认为台湾的房地产 没有再跌了 只会涨 而且短短三年 我们已经涨了三成 我觉得这是 因为我觉得政府带头做多 第一个是政府带头做多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产业政策 第二个是高科技业者 现在听说高科技业者是团购 就是不是我去买房子 是建商来跟你团购 然后造成这个低波 当然政府有关系的人 有认识的人 产业政策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 再来高科技业者 他也知道资讯对称 然后整个涨 所以造成这个台湾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台湾这波房地产涨 为什么有点夸张 第一个 从都会区涨到所有的福都会区 我甚至听到说 卢州的房子 公用房子到一坪五十万 新盖大楼到七十万 泰山 听说有人要炒到八十万 My God 你看这个房价所得比是多 台北市 将来新盖的房子 除了我住的地方比较穷以外 文山区 北投区 还有什么 万华区 还有一百万以下的 就是一坪一百万以下的这个大楼 这个是什么 你看台湾的我们的人均所得 我们的房价所得比 房价所得比 假设平均假设八十万 台北八十万 那你所得 大概一个家庭所得 大概一百万吧 房价所得比 假设一坪八十万 你至少买三十坪 二十五坪好了 二十五坪就是两千万 那你台湾的家庭所得到一百万 两千万除以一百万 就是二十倍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这个房价所得比很高 如果去掉三层的公社 我们买二十五坪 大概只住不到二十坪 四八坪 那你看你这个单价是不是更高 单价差不多一坪一百万 乘以二十五就两千五百万 除以你的一百万 就是二十五倍 台湾其实我觉得政府 其实是应该要适可而止 因为第一个是什么样 房子涨 只是便宜的少数人很多 我碰到一个政府高官 我听得很痛心 他说台湾的人八成的有房子 两成没房子 所以我应该保房 不是要来打房 但是真正有房子 有两三四间在炒作的 大概只有不到三四percent而已 那你为了三四percent 把国家的经济风险弄出来 第二个就是你有钱的人 匹匹炒作 将来儿子女儿会不会这个遗产的纠纷 第三个如果说遗产没有纠纷 那我今天如果爸妈就帮我准备好多房子 我当包租公 一个月二十万 开豪车勇豪仔 爬妹 然后我这个人生就完全是一个胜利者 我干嘛努力 你就没有奋斗的勇气动能 你就变成什么 就躺平了 那另外一个你没有好的爸爸妈妈的人 你一辈子都看不到房子 我要选择房子还是选择孩子 那这个社会将来出生率会更低 然后很多没有好爸爸妈妈就是躺平 那这个社会你说会进步吗 我们台湾的人我觉得太短视了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很节制 因为良田万气 日食三生 豪宅千栋 夜明六尺 我举个例子来看 金庸 他买了一两栋的在杭州买了一个小别墅 死前一天都没住过 为什么 你今天你老了 你老你要做什么 你老的时候第一个你要住的房子 第一个要好的医院 有好的朋友 第三个很方便 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干嘛去住 你到了七十岁 你在巴黎有房子 东京有房子 伦町有房子 你会去住吗 不可能 你为什么要吵到这样子年轻人都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我觉得有钱的人 我现在指的是有钱人 比较壮世代六十岁以上的人 这个时候不是在累积财富 你有钱的人 而是在要回馈社会 这是很重要的 就像沈某某 他再有几百亿 你可以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如果这时候我把这些钱拿出来盖一万栋 社会住宅 我变成社会住宅之富 我这个一辈子留民 你赚多少钱 你如果没有对社会有贡献 一两年人家就忘了你这个人是谁了 那你为什么不留一个让好人探听一下 这个东西你把两百亿带到棺材里面去 变成伪超 我觉得我们台湾一定要有一些观念 就是我要回馈社会 让年轻人有机会 我们壮世代 这个六十岁上的人 要开始懂得爱护自己 懂得回馈社会 懂得去帮助年轻人 那这样子社会才会和谐 要不然你看社会越来越对立 第一个社会会不会仇富的心态 子女到校园去会不会怕有问题 因为社会仇富开始有暴力的行为 那校园的暴力会不会很多 社会不会滚动 没有人想生孩子 那这社会会有高成长率吗 绝对不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多想象 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为自己 还要为整个社会 这个是阶段性任务 要回馈社会 可是这一次第七波的 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 跟所谓的升准 真的会有效果吗 当然我觉得当然有 短期内一定有效果 刚刚讲说成交率率 然后这三四年会有开始有人拍卖 但是我觉得会有效果是怎么样 就是一定要跨部会协调 就是说只有央行跳出来 所以我说央行有道德勇气 但是各部会还应该更积极 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担心说 央行被骂了 所以我现在明哲保身 我在外面不要被榴弹打到 上次以前还有部长说 现在有个部会来说 我们刚刚可以休息 可以喘口气 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看央行要做什么 央行就是信用管制 去了解你的利息的政策 那金管会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银行最怕查账 就像说老百姓最怕什么 查税 那你金管会 我可不可以去查银行 你今天有没有贷款 你今天有没有贷款 有没有超过 那你为什么 你谁来负责 你今天超过谁来负责 这个我告诉你 银行会几飞狗跳 那台湾目前有房市危机的现象出现了吗 台湾房市危机目前是没有 但是刚刚讲说 因为贷款的比率过度倾斜到 将近超过三分之一都要房地产 那个别的建商其实有三成 负债比超过七成 这都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这是一个indicator 这些东西短期内当然不会出问题 但是就怕这个全球景气反转 或者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比如说今天可能川普当选 会不会对台湾半导体 那出口开始萎缩 那会不会整个影响 然后半导体没办法再扩张 产业政策没有会不会有影响 第二个房价所得比是不是太高 让年轻人都没有机会 你看看我刚刚讲说 我们的房价所得比 如果去掉三成公社 在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在台湾这些 都有房价所得比 到二十五倍 这在全世界都是可以排名前十名的 这个东西让你年轻人你看 有钱人继续享受 第二代虽然抱怨很多父母有房子的 但是最后十年后总有一天等到你 因为它可以继承遗产 但是没有父母的 没有好的爸妈就是躺平了 社会变成两极化对立 然后整个社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到房地产 房地产一直涨的话 第一个会不会影响制造 成本提高租金提高 然后所有的资源都跑去 那没有资源去到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更萎缩 这就是一个恶化 你会排生产事业的实质的投资 那种比较有productivity 然后它对整个的我们的经济成长会比较有奉献 所以我觉得说短期的指标就是看房价所得比 然后仅限贷款还有这个它的负债比率多高 如果现在三成 未来是五成 那五成的话一个风吹草动 你是不是有带账 你是不是开始就可能跳票 那时候台湾那时候常益建设 台湾在1997年本土金融红包就这样子 就把全部丢给政府 政府后来也花了七八年才慢慢的 结束这些房地产的带账的问题 就是说你个人赚的 公司赚的 可是你没有道德责任把风险都丢给银行 股市看板上 投资人熟悉的常益没有任何交易记录 这档曾经在民国70年代 成为许多投机客眼中的标股 这两年股价始终不到一块钱 现在因为退票危机被迫下市 常益总裁杨天生 曾经是一夜致富的房地产大亨 挂牌上市后 更像大众集资将事业版图 延伸到娱乐金融界 却因为扩张太快负债累累 所以为什么金融爆发生 第一个就是你这些指标 要先去观察 所以央行支持说37.5 接近历史的高点37.9 第二个是个别公司 已经三成已经超过 七成的负债率 第三房价所得太高 但是以前就是政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第一个没有风险意识 第二个有风险但是不作为 或者是政策错误 比如说那时候为了要救青年人 所以后来给钱贷款 本来是好意 但是会造成一些后遗症 再来就是房地产只会涨不会跌 就会鼓励更多的人更没有风险意识 不断的财务杠杆 最后把所有的责任就丢给银行丢给国家 那现在危机最大会不会是这些的小型建商 因为我看因为央行找银行喝咖啡 那当然就是关切他们的资金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升准的部分 也会让这个资金更收紧 所以小型建商是不是危机最大 当然会啦 但是小型建商就说 因为就小型建商的资金 如果政府关切这个三成的 看看它的情况怎么样 让这个就是至少有一个危机意识 然后至少不要再过度财务杠杆 然后至少让银行盯住这些人 不会再扩大更多的贷款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现在就说 因为房价虽然可能会跌 可能跌个10% 5到10% 对这个走的大局还是没有太大影响 而且房地产占台湾的经济的比重 在局里面没有想象中高 你看为什么大陆会出现金融红暴 因为它占GDP25% 日本占20% 台湾现在应该在7 8%左右吧 可能还更低 我想搞不好更低 有一种说法说 政府你如果打炒房打得太重的话 反而会造成台湾的经济衰退 会吗 经济衰退为什么 你看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用中国大陆比 中国大陆房地产占GDP25% 它对经济厂贡献是30% 边际公司30% 所以它打房以后整个就垮下来 台湾过去也曾经高到10几%以上 现在慢慢的 其实我觉得房地产的比重 应该跟金融业 金融业现在占台湾GDP的比重 大概是6点多而已 台湾现在第一大的服务业是什么 我没想到吗 是流通服务业 批发零售餐饮物流占20几% 所以如果房地产比重没有那么高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现在开始政府开始有风险的意识 那因为房地产的关联效果其实被夸大了 房地产当然第一个是会对上了钢铁 水泥这些东西嘛 那其实水泥搞不好都还从国外来的 那第二个下游就是房子盖好了 买家电设备 买这个装潢 买设计的东西 其实有它的关联效果 但是不要太夸大房地产 因为台湾现在出口多少 出口的六层靠什么 四层靠半导体 两层靠电子资讯业 好 那我们的GDP里面 其实现在制造业占了35%左右 服务业占了62%左右 但服务业第一大服务业是批发零售产业物流 那营建业其实话说回来 营建业就是说它GDP占的比重不大 产业观念效果也没有像 你看电子资讯业的产业观念效果这么大 上游的IC设计 晶圆代工 到下游的零组件 封装测试 跟它的厂房设备等等等等 这个整个观念像半导体的产业 资讯业的产业观念效果 房地产当然有产业观念效果 但它GDP比重没有那么高 产业观念效果也不如 前面的资讯电子也对它的贡献那么大 那再来就是因为它的风险是在增高 你房地产会拖累到金融业 第四个就是 你全部如果房地产是在报酬率30% 制造业才3% 那你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 是会排挤到其他产业 让其他产业更惨 少数人得利 因为真正的在积极买房地产 大概可能几十万人吧 占台湾的比重2300万人是比较低的 就跟有人说半导体对台湾很重要 但半导体就能够多少 7% 台湾会发生经济衰退可能就是 电子自动性产业有问题 才有可能吗 电子自动性有问题 然后当然房地产也会啦 因为房地产为什么 就是说你房地产如果暴跌 我不要让它暴跌就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有风险 意思是早期介入 然后大家可以疏散风险 那知道大家有危机一事 房地产不会只涨 不会只有涨也会跌 所以这时候慢慢缓步的下滑 比如说你占基率可能七八% 那如果跌个一%还好 但是如果一下跌了七% 像大陆就是整个25%不见了 那你对经济贡献30%不见了 你就很惨 因为它是全部是负的 那这时候如果说台湾 第一个反步下跌 财源关键度关键效果没有那么大 那电子自信源还不错的时候 还可以cover这个东西 就怕说电子源最下滑 这个也跟着下滑 那就比较危险 因为台湾的民间消费战GDP 还有将近七成 那房地产就是一个财富效果 也会多少有影响 未来的房地产是会还涨还是还跌 我觉得房地产会稍微跌 至少这个因为我常听那个一些不动产的一些 他们认为说新清安贷款是五年宽限期 可能快到五年的时候 三四年就会大家先拿出来卖 现在这一波利息因为央行的信用管制会让这个稍微下跌 然后两三年之内会有一些新清安贷款拿出来拍卖 所以会稍微修正一阵子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超额储蓄太高 我们的超额储蓄我们累积了十几兆 一年还一兆在累积 我们超额储蓄15%在亚洲仅至新加坡第二位 然后我们还有三十几兆的保险资金在海外 而且十七兆是在海外 但是我们还有十几兆在台湾 所以这么多钱加上台商回流 所以让房价就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我觉得政府下一波就说信用贷款只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财政部或是金管会要出来查这些银行的 个别查银行就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制约作用 然后呢再来就是各部会 经济部 卫富部 这要产业发展的任务 把这些钱导到实体投资创投 让年轻人有更好的机会 让年轻人有更高兴的机会 而不是像现在年轻人出来 百分之九十的高中生念大学 大学生毕业以后百分之八十到服务业 服务业百分之九十都是低薪行业 都破破碎碎小小的 那他没有能力养得起 这些大学硕士博士高阶人力 当然薪水就低 高阶低用学用落差 当然就低 这是最浅显的例子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花点时间 而且是跨部会 央行才找银行喝个咖啡而已 就这么的渲染 这就是一个reverse peer pressure 就是说其他部会没有道德勇气 因为这就是一个反向的压力 一个人出来棒打出头鸟 那全部人都在开洗招 我不要溜到 那行政院要做什么事 行政院就是要来做跨部会协调 因为你这个打草房 这时候房子在涨会金融风暴 你整个内阁是会垮台的 那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就是有危机 让各部会去分工 然后这时候才不会说 央行出来每个人出来就棒打出头鸟 那就打了让每部会都在看好戏 那我觉得行政院应该做什么 房价反涨 反而是涨得更远 如果香港的意思 房价是这样子涨 然后这样子涨 棒 就是这样涨 涨到这样就碰到一个景气反转 或是哪一天有一个什么 这个台湾的主力裁员出了什么问题 整个就跌下来 那就是要很多时间去收拾 那这时候如果说让房价慢慢涨 那根据你的购买力上来 那政府也要除了从需求面外 也要攻击面 你社会住宅 你要攻击社会住宅 就是我要都更嘛 都更为什么做不起来 我就要强制执行 四分之三的人同意就可以都更 但是我要设一个中途之家 我政府要拿签出来 就说让这些人可以安签的时候 可以搬签 我有短暂的住所 这个时候政府要有配套 而不是说我今天叫都更 然后这些人就没有 你没有配套 没有好的做法 那当然没有人要搬拿 你也没有强制的公权力 等等等 这时候如果做出来 那我们从供给面增加 让年轻人有一个比较和平的 比较清明房价的社会 我一辈子可以 像我们以前 我知道我买了房子 然后我知道我十年十五年 可以还完 现在像日本是最惨 就是99年的房屋贷款 爷爷贷的款到孙子才付完 那我们愿意吗 我当一辈子的乌奴吗 我们造就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给年轻人 那年轻人怎么会想生孩子 我房子买不起 我买了房子我根本不敢生孩子 所以我觉得跨部会一定要思考 行政院要出来做跨部会的KPI 央行这个信用管制 财政部 这个要做一些信用的分配创投 那金管会要去查账 如果这个个别银行 甚至一些相关的一些贷款的记录查 要办这些超贷的人 那国外会经济部 就要开始做一些 把财阻导到哪里去 然后我们也要有一些主权基金 来协助这些新创产业 有更多新创产业 才有人去投资嘛 创投嘛这些投资 那台湾年轻人才有机会 要不然的话你只是去打房就没有用 一定要有新的产业新的疏导 供给面需求面都要配合 那总结来讲 就是今年就是最后这几个月 到明年的房市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走势 我觉得房地产短期会有抑制作用 因为第一个是 就是最近成交渐数减少 然后市场的供给会增加 因为习售的人会拿出来卖 那央行的这波信用管制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会有一些成效 但是需要各部会的配合 我像我讲说这个财政部跟金管会 应该去查 那经济部国家会 财政部要把这些钱 输导到实体投资 这个卫福部交通部 这个观光局这些东西都要产业发展的任务 而不是我现在做的就只要管就好 台湾现在的服务业主管部会都是用规范为主 只考虑到风险 没有考虑到心力 只考虑到风险没有考虑心力 让年轻人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常说我们的低薪问题出在服务业 服务业主管部会其实是保守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 我们壮世代的人垄断了资源 躺平了年轻族群 就是说我们去炒房地产 炒到年轻人 没有好爸妈就买房地产 第二个我们决策太慢 我们只考虑到现在很好 我们也考虑到未来的发展 我们现在一个半导体很好 但是掩盖了台湾所有的问题 我们半导体很好 但是传统产品不好 服务业不好 服务业这时候没有去逼得主管部会 去做一些松绑财务任务 我们是对不起年轻人的 一个社会如果年轻人没有机会 社会不会转动 你看不到未来 你看台湾亚洲的年轻人 我直上讲日本叫扭蛋父母 父母在扭蛋机包扭蛋 韩国人叫五抛世代七抛世代 抛父母抛婚姻抛直立 抛社交抛梦想 台湾叫小确幸Z世代 大陆叫躺平就是正义 所以我们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让年轻人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们这一代的人是生于苦难 长于安乐 现在年轻人是生于安乐 可能长于苦难 因为从小到最好的餐厅 从小有冷气机 看电影 看电视 看手机 什么什么都有 但出社会才知道说 我的薪水怎么这么低 我连买房子都没有机会 这个严长寿讲的一句话 我很感动就是 我们如果没有帮年轻人 创造一个花光花的舞台 我们的离去是不道德的 我们以这句话来 跟所有的壮士在共勉 我们每次在城市场和餐厅 大家就想 你有没有买房子 我的房子又涨多少 我要去哪里列地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帮年轻人创造什么机会 我怎么样来回馈社会 我怎么样来让年轻人 我怎么样来捐点钱 像王永庆 他就是把他的股票信托 知习无意就帮助学校 长根跟明智科大 当然至少照顾了几万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做 像我的建商我可以拿出来 搞100坪的社会住宅 这个又盖100坪的社会住宅 我的目标是如果赚钱 我现在在投资 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们基金会就会将来 希望赞助跟我们理念相同的 包括帮助年轻人脱离贫穷 帮助监督房价 帮助防止消炎暴力 我们会利用这个东西 来慢慢印象更多的基金会 理念相同 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让社会走向比较好的境界 最近诈骗集团相当猖獗 中天财经频道 全球震惊周报 在此特别声明 无论是频道 节目 或者是来上节目的教授们 绝对没有在脸书 或者是LINE 开设投资的群组 请大家不要受骗赏党 集团气候 冲击全球经济之外 紫外线也容易对肌肤造成伤害 所以保湿和防晒工作 马虎不得 请多多支持 中天自由品牌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一起看完40秒广告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